台湾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因为星期四的一场好雨 导致第二号达克大厦淹水和停电 供电服务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那么台湾交通部证实 桃园国际机场董事长林鹏良已经引咎提出辞呈 桃园机场昨天淹水 达克大厦地下室就像个水池 旅客用长椅搭建木桥走往机场大厅 淹水也导致停电 民众要在黑暗中走路 机场紧急出动了40台发电机为大厅提供照明 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 行李堆成一团 有旅客感到无奈 有的同机场人员发生争执 大概三点多四点 一来就排队了 四个小时 那不是机主人员没到吗 你的小姐说你机主人员 你知道他态度有多差吗 他的态度很差 桃园国际机场的管理部门表示 这是30年来机场首次遇到那么大的豪雨 事故导致200多趟航班延误 超过3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 由于机场排水口接到桃园浦兴溪 豪雨后溪水暴涨 一流到机场造成淹水 在机场管理层高官提出辞呈后 台湾交通部长表示会追究责任 并且希望找到适合的继任人选 Let's watch the phone It's in the air The phone I see It's in the air It's a degree I just need to know It's in the air And it's in the air